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 我们要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海基2号的海上安装说起 就在今天上午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海基2号在珠江口盆地海域 成功的华伊下水 创造了下水重量 作业水深等等 多项的亚洲记录 那么固定式的导管架平台 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 海洋游戏开发装备 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导管架 还有一个装腿 包括上部的模块三部分组成 那么导管架就相当于地基 它是用来支撑海上油气平台 庞大的身躯和巨大的吨位 那么海基2号导管架的重量多少 达到3.7万吨 它的用钢量接近鸟巢国家体育场 所以这样一座钢铁巨拨 是如何顺利下海的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深水超大型导管架的海上安装 一直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 那么从开工建造到完工出海去安装 海基2号创下了多个海洋工程装备 建造行业的记录 只用了26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期间取得了哪些技术上的突破 第三个就是海基2号 对于我们国家的海洋能源的开发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今天的时空观察 我们通过这样三个问题来重点的聚焦 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海基2号 海基2号是由我们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这导管架的总高度338米 这个高度已经超过了北京国贸三期主楼的高度 那么它的这个作业海域的平均水深 大约是324米 整体建成之后呢 将会成为亚洲最高 作业水深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平台 那么它在哪应用呢 它是应用于距离深圳东南 大约240公里 水深大约是324米的这样一个海域 那么要实现一吨级的深水老油田 流花油田 用在它的二次开发上 海基2号不仅高和深 还是一个庞然大物 刚才说到导管架重量达到3.7万吨 它的用钢啊 用钢量接近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这个钢结构总量 那么它的这个巨型吨位 已经接近了国内建造场地 承重包括吊装设备承载能力的一个极限